首先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口罩惹來了風波啦 但是呢今天我們要先從行政院長蘇貞昌來開始談起 大家看到這一張照片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遞上了口罩 但是不是也算是一種送暖呢 因為這一位畫面的左邊 他是時代力量的立法委員陳焦華 他呢在昨天行政院長蘇貞昌 因為他要拜會各個黨團嘛 不論是執政黨的還是在野黨的 他要去溝通希望大家能夠幫忙 趕快能夠在立法院新會期能夠通過這個紓困案 不過呢卻在這個時候你看到 他遞上了一片口罩給蘇貞昌院長 而蘇院長呢他就說 這個為什麼要給我口罩啊 結果後來說哦原來如此 那他也了解了之後 他卻馬上做了一個回應說 公眾人物不要做錯誤的示範 你要讓有需要的人可以買到口罩才好 好 那這個畫面呢我想光是一張照片還不夠 我們就趕快先來看一下 在昨天的立法院這一幕 院長首先要送你一個口罩 為什麼 因為那個 我就建議就是說有開會的時候 大家在 孔劍院長是一個帶頭者 那如果說以後各個開會 大家盡量防疫自己 那因為現在那個沒有症狀的 那個代言者 我們也是要防大概是這個用意 我們也看到不但在生產線上有 夜以即日24小時生產的生產人 在路上有不計勞苦送口罩的郵差 還有在藥局有非常努力來分配口罩 甚至還要維持持續的藥師藥生 這些我們都希望讓民眾有需要的人 買得到口罩 讓口罩做最有效的應用 同時也希望相關領導人物 公眾人物不要做錯誤的導引或示範 好我看到這個女立委她遞上口罩的同時 我在想她為什麼沒有多拿一片口罩給邱顯智 好啦這只是好奇 不過這個行政院長蘇貞昌立刻就做了回應 首先來請教一下偉翰 偉翰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這當然也是像是一個送暖的動作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需要戴上口罩 應該說大家都很希望能夠拿到口罩 之前還說這口罩是最夯的伴手禮 現在有在野的立委給了院長一個口罩 有人就說口罩這應該是拿到要很開心的 但是為什麼行政院長蘇貞昌 卻是冷冷的回應 蘇貞昌是比較酷吏的個性 所以他可能覺得說這麼多媒體在 然後我來拜會時代力量的黨團 你當場送我口罩還勸我開會戴口罩 我當場沒戴口罩 你是在叮我嗎 所以他可能覺得不開心 他也是一個愛很比較強烈的人 所以他就反叮回去 不要做錯誤示範 不過我跟大家講 除了防疫優先理性討論 知識防疫之外 現在我們是限購七天買兩片 他並沒有限制七天只能戴兩天 是不是 如果口罩我們 就像我之前也訪問很多醫師 今天我們也有醫師在場 醫師在問診的時候 基本上他一定會戴口罩 可是因為病人會問問題 醫師我這樣 這樣會中什麼 你要回答他 你一天下來看了那麼多病人 你一直講話 口罩不要講外側 裡面都濕了 他的效果就打折扣了 可是一般人 我們現在七天買兩片 如果說我們是通勤組 我們通勤過程當中 我上了捷運 我要戴口罩 我開會跟很多人接觸 我要戴口罩的時候 我不要盡量去講話 讓裡面噴濕 我確實是可以用好幾天 這種時候 陳焦華委員他希望院長 就是能夠在開會的時候 或是戴頭戴著口罩 院長可以跟大家講說 第一個 我是健康的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開會的時候 我要一直講話可能會失掉 就好了 就是說也不用 所以其實這個委員 跟院長都沒有錯 如果今天跟大家講說 公眾人物公開戴口罩就是錯 那也不對 每一個人都有戴口罩的自由 有的人覺得說 我本來就是 就像我 其實我是屬於過敏性的體質 常常都會去摸鼻子幹嘛 大家有時候看到我 怎麼我現在又摸了鼻子什麼 就是因為我過敏 有些人他是真的呼吸道 也有一些可能慢性的疾病 每個人要戴口罩的條件不一樣 不能夠矯枉過正到 現在這個時候 因為口罩不夠 所以誰戴口罩 誰好像就是作秀 反而是戴口罩的人變作秀了 反而是你送口罩給院長 院長說你不要來這頭 也沒有必要這樣 但是院長他現在選擇不戴 也沒錯 但是除了一根究底 這跟我們這兩個禮拜以來討論的 我一直在想這個事情就是說 不管是小明能不能回台灣 或者是口罩該怎麼戴 其實都是跟量能有關 如果說班機早就飛了十幾班 我們的班機去我都支持 就是華航班機去檢疫人員 如果大家大陸也同意 那就去了 根本不會有小明的問題 因為全部都回來了 自己的小孩 有沒有選擇中華民國國籍的 甚至是自己的陸配的前一任的小孩 都能回來 其實都會回來 就是因為量能不足 所以才要去排出誰先 就是因為他的數量不夠 所以大家才會去對於口罩怎麼戴 有那麼多的討論 跟那麼多的QA 如果口罩現在非常充足 多到其實基本上 就像前一陣子有人在網路上 散布錯誤的訊息說衛生紙 這兩天我再去賣場看 完全不缺了 因為大家覺得不怕 所以顯然除了需求之外 現在我們對於口罩的這個 怕他以後會不夠的 這個恐懼心態還是在的 如果院長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自然也就沒有會 買不到的問題 因為大家就不會去搶了 回過頭來就是 我們去從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的原料確實是有自給自足 可是問題是 他的數量無法達到 每一個台灣人 每一天都可以換新的口罩 那樣子的一個數量是不夠 所以自從你既要宣導 大家不要拚命戴口罩 或是一個人 或者是沒有在密閉空間 你也在戴口罩 你到外面戶外去騎腳踏車 在和平公園 事實上是不用 確實是這樣宣傳 可是對於有人願意戴口罩的時候 我也覺得大家不要當道德魔人 現在網路上講說 哪一個公眾人物 他在戴口罩 他浪費口罩了 這樣子我覺得也矯枉過剩的 沒有必要這樣 就大家還是有戴口罩的權利的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況 確實是不同的 是 大家看到那個動作 就是一個女立委 遞上了口罩 然後告訴院長說 其實建議院長可以戴 因為你常常要開會 開會是不是其實也等於 會接觸到很多的人 那麼是不是因為擔心院長的健康 所以就遞上口罩認為 院長應該有需要 甚至要戴上才好 可是蘇貞昌馬上就來糾正他 而且不只是當面糾正他 說公眾人物不要做錯誤的示範之外 其實到了事後他又再一次的解釋 就是說真的 你公眾人物不要做錯誤的示範好嗎 因為我們現在中央 都非常努力的在宣導 現在沒事非必要 真的也不一定需要戴口罩 難道你都聽不懂嗎 我想院長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當然他的用意沒有錯 因為現在真的 這個口罩不夠很需要 所以盡量省著用 你要給我這樣告訴我 我最好要戴上 我不認同 而且我要趕快糾正你 但是這個王黃衛議員他就說了 他說口罩現在都已經是限購了 剛剛韋漢也告訴大家 大家都知道 七天之內只能限購兩片 小孩是四片 口罩限購都還是在實名制 實名制都已經在延長 為什麼還要現代呢 就是我已經不好買了 我好不容易買到了 我有這需要戴上不行嗎 王黃衛議員提出這樣子的質疑 我想請教一下 佑智 你怎麼看 因為蘇院長他顯然他覺得 他說他很有道理 要說給很多人聽 而且還要當場來糾正 可是王黃衛議員 似乎也說出了很多民眾的心聲 對 身為蘇貞昌監督專業戶 我一定是要唸他兩句的 我跑了他八年 剛剛偉翰說他是酷吏 我跟你講這種場景見怪不怪 他以前在議會裡頭 不是議會 在他的憲政會議裡頭 就是個蘇老師 哪個官員局長沒有被他這樣子 盯過 雕過 筆沒拿好 手沒跨好的 嚴格很嚴格 連報告拿的高度不對 他都隨便都會唸的 這就是蘇貞昌 這有什麼意外的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蘇貞昌 公眾人物不可以有錯誤示範 公眾人物可以對神明說謊嗎 這也是你的錯誤示範 我先唸他兩句 我再來評論可以嗎 我看到這種狀況 不唸他兩句我真的不過癮 你現在當行政院長 就把一個行政院長的身分 好好做好 媒體記者要看的 就是你在行政院長幹什麼 你已經先把口罩的政策 弄得亂七八糟了 你還有臉去說 公眾人物要有個正確的示範 你一個政治人物 你有正確的策略嗎 正確的政策嗎 那就是打臉你自己 我先講那個場景 菊姐你自己看 那個是時代力量黨團 是 蘇貞昌是什麼身分 行政院長 行政權到了立法院 竟然可以如此囂張跋扈 我想請問韋山 在座只有他一個是議員 如果不要說侯友宜 民政局長 你在跟民政局長在溝通的時候 你就想考慎你兩句 韋山你講這話可以收回去嗎 身為一個議員講這種話 你不覺得可以嗎 聽了一定不舒服 我是來監督你民政局長 我監督你衛生局長 你哪個局長到我議會來 到我的黨團來 大聲小聲 也沒有大聲小聲 靠聲 不客氣 來者是客 你非禮物言 來這個地方 你就是要有那個樣子 你的官位可以在外頭 可以在你的行政院會 對八部二會裡頭 你要怎麼樣去罵 那我常常看 以前在網新聞常常拍 我也見怪不怪 那個叫做黨團 再來第二 陳教華是什麼 不分區第一名 第一名 你有沒有任何的行政倫理 跟黨團尊重 你對第一名 不分區第一名是這種態度 要是我 我覺得我看到的行政院長 應該是接起來 尤其他覺得 他身為行政院長 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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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他應該高度是一樣的接 你看他高度 他是作者的 陳教華反而是很有禮貌的給他 也許他想秀 就算秀 我覺得行政院長也應該平行 對待不分區第一名 接過來之後 可是委員 我覺得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要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行政部門剛推出口罩 可以不需要 至少委員這兩個字也出來一下 我覺得這整個行政倫理 完全都在那個場景面 蕩然無存 最後我要再考試一下時代力量 怎樣 小綠的感覺不錯吧 不錯吧 人家根本沒把你當一回事 一個行政院長倒名的黨團 給你的不分區第一名這樣洗臉 肢在力量怎樣 小綠的感覺不錯吧 你們都快被滅了吧 人家對你這樣的態度 就是展現了他對你這個黨團 對你這個黨的看法 你就是我大綠其中那個小綠 乖一點 我講什麼就照講 不要給我做這種秀 在我前面拿口罩來給我 還要教訓我 你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整條新聞的OS 我新聞稿都寫完了 我覺得真的是沒有必要 最後我要講的是口罩政策 蘇貞昌我真的想提醒你 你又再講一次了 利用這樣的媒體機會再講一次 你第一次的講 我不把口罩賣出去 結果造成恐慌 到現在放了幾次的政策 先是給通路賺 給超商賺 現在又來麻煩藥局 藥房 診所們 你的政策哪一次有穩定過了 這是因為你一句話 我們在這個節目 在各大節目 在網路上講了多少次 一個行政院長警言 你一句話造成這樣子 你現在第二句話造成什麼 你確定 台灣真的不會有社區感染 Are you sure 100% 你百分之百確定 好 如果真的有了 大家只記得行政院長 蘇貞昌跟我講不要帶 你負擔得起嗎 到時候大家還停留在那個畫面 停留在行政院長 這麼一個全國行政指令發佈者 宣長跟我講不要帶 萬一你收得回來嗎 你要藉由多少的機會 你要說一個謊 用多少謊來源 你一句錯的話 要多少的話來換 蘇貞昌 是 所以你看 當然剛剛是在從一個動作 這到底是不是一個 所謂的政治動作 還是真的因為是出於一個 防疫的考量 所以女立委要遞上口罩給院長 並且建議他戴上 還說你開會的時候 最好是要開會的時候 盡量防疫自己 但是話說回來 當然有其他的人 可能就會認為說 你這口罩政策你都弄不好了 你都已經在限制我們了 難道你限制我買 你還要限制我戴嗎 但種種的這些疑慮 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今天在座的姚文明醫師 這個姚醫師 現在當然這個女立委 你知道他講的意思是說 你開會的時候盡量戴上 這樣是一種防疫 這樣做到底對還是不對 如果從醫師的專業去看的話 當然你說從醫師的專業去看 蘇貞昌院長當場的回應 他說就是不需要戴 現在真的非必要不用戴 難道我們都已經宣導過這麼多次了 怎麼好像這個女立委他聽不懂 還當場要給我一個口罩 是什麼意思 那你怎麼來看 其實戴口罩就是多一層防護 對身體來講就是希望萬無一失 能夠有最佳的防護 避免被感染到 這種情況是每個人都想要做的 可是現實狀況是 口罩不服使用 用沒有辦法充足的滿足 每個想要用的人隨時都可以用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同立場 當然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戴上口罩畢竟是比不戴口罩要安全 這是專業上毋庸置疑的事情 什麼時機戴口罩 可能就是要看說 你了不了解身體的狀況 或是當場群聚的那種情況 是不是一個近距離高風險的情況 如果說你想不戴口罩 也有充分的理由 其實也是可以當面說明 只是態度問題 對 我是覺得說 先不要在乎說 誰遞給你口罩 或是為什麼要遞給你口罩 其實你基本上是認為說 你就要了解說口罩是一個 非常珍貴的防疫的用品 如果能戴上其實 現在的時機來講 是真的不容易 有這樣的機會 如果是一個不適當 可以節約不要戴的時機出現了 你也可以執行一個不戴口罩的 節約口罩的用法 我覺得說就是一個態度 能夠好好的說明 讓對方不要覺得說 好像心裡面覺得不愉快 這種應對的態度可能是重點 口罩專業上來講 能戴的時候 當然是安全會多一分保障 是 因為像現在其實有很多事 他明明沒有症狀的 沒有症狀 但是還是會散播病毒 還是會讓其他人感染 我們真的不了解 這個新冠病毒 它到底感染到一個人以後 有百分之多少的機會 會變成無症狀 這牽涉到被感染者 他的免疫體能 免疫力好的人 他可能沒有症狀 他也可能不發病 但是他可能還是有傳染力 我們不曉得這個比例有多高 有 像那個鑽石公主 那是一個封閉式的環境 80幾例 60幾個是沒有症狀的 但還是確診 對 所以將近40%左右 這個比例就非常高了 所以我們如果更了解 這個病毒的性質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一些心理準備 社區的傳播如果出現了 也就是說境內的確診者 高於境外移入的確診者的時候 我們就要非常的小心 社區傳播已經開始 我們身邊的人 就有可能帶有傳染力 那個時候的防護的心態 就要更積極 發生個難聽 參與 試驚海東